地震发生第二天 重灾区保兴县部分乡镇道路通信仍然中断 为尽快让地震中受伤的群众得到救治 成都军区派出多支医疗队 想方设法采取多种方式进入这些乡镇展开救治 昨天记者跟随由解放军第37医院 和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组成的联合医疗队 以乘车和徒步结合的方式 赶到了受灾严重的保兴县临观镇展开医疗服务 早上六点已经连续工作19个小时 一夜没合眼的52名医护人员 带着医疗器械和设备从庐山县城向灵观镇进发 我们这次带了影像车和手术车 以及闭操 芯片组 还有一些急救的药线 车队到达距离灵观镇20多公里的天泉县老厂阵势 前面的道路中断了 医疗队领导决定留下一部分医护人员 就地开设临时野战医疗所 另一部分人员带上急需的药品和医疗器械 继续徒步向灾区开进 就在大家走了十多公里后 一个塌风区出现在了大家面前 因为地震的破坏 路基已经完全坍塌 抢修人员累计了一条近一尺宽的道路 勉强可以通行 稍有不慎就有坠入深谷的危险 一路上不断有伤员从灵观镇运出 队员们一边行进 一边查看伤员的伤情 提出救治意见 七十一岁的岳宇轩老人 在地震中被倒塌的砖墙砸伤 杨院长查看伤情后 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 要求救助人员尽快把老人转到医院救治 沿途不断出现的伤员 让医务队员意识到了灵观镇灾情的严重 让大家前往灾区的心情更加迫切 距离灵观镇大约还有五公里的距离 队员们坐上了志愿者的汽车 经过了近六个小时的行程 队员们终于到达了受灾较为严重的灵观镇 一进入受灾群众安置点 当地老乡就为医务人员送上了热食 匆匆吃过午饭 医务人员顾不上休息 就开始对伤员展开寻诊 这里集中了上千名的受灾群众 和四十多名伤病员 医疗队的医护人员 逐一对他们的伤情进行了诊治 72岁的杨俊英老人手被砸伤 造成开放性骨折 医护人员轻疮包扎后 为避免伤情扩展 协调车辆将它后送至老厂镇野战医疗所 下午五点多 医疗队继续向其他相诊深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